如果你朋友也爱吃糖果 那绝不能错过印度的手工小糖丸 看似安事如常 实则吃完入住天堂 很多人总说印度美食只是脏 但并没有什么科技 而今天这份糖丸偏偏就不脏 却只含科技 绝对是能让你的嘴硬的朋友吃钱若无其事 吃完恍如格式 你可以不吃 但必须要请你朋友吃 话说这是位于印度你拉他拉 想拉不拉全都得拉街区的一家制糖卧点 俗话说吃的苦中苦 方能更吃苦 只要能吃苦 便有吃不完的苦 眼前的白胡子小伙正是傲的 狂飙家族中的老祖籍人物之 乌木威尔威恩耶尔土温威乌温木本 欧萨吊炸天 虽然这位小伙已经苦了大半辈子 但显然只要你心依然够黑 那苦的往往都是别人 小伙此刻往机器里倒入的是面粉 正所谓色素多了加面粉 那面粉多了肯定是加色素 在这里没有调不对的比例 只有撑不过的顾客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肯定是在想 老板家这么多的色素 难道就不怕顾客吃出问题吗 老板对此表示 肠胃不行八字硬顶 而八字不行 还有命来顶 将面团随便拉到地板上后 也就得准备制作糖丸 先用破伤风小刀 将其整齐地切成长条状 接着需用双手揉搓均匀 毕竟要想糖果甜 那绝对得加手盐 看到这里肯定有很多人会好奇印度的老板为什么总是光着脚 那其实非常好理解 因为只有光脚才能让顾客吃出真正的满足感 而且接下来就得下锅油炸 你别看这个油很黑 但其实老板的心更黑 不过你可以完全放心 因为用这锅黑油炸出来的糖果 从启用到现在就没收到过一次差评 可谓是让顾客的肠胃深刻体会到了何谓不得安宁 而后又下落不明 最后就是将炸好的糖丸放入糖水中进行冷却 该说不说 这个时候的糖丸不仅圆润 而且会发光 不得不说是真的十分诱人 至于排泄在铁排上 则是为了后续更好的包装 毕竟只有配上好看的包装袋 才能更好地远消到海外 那么对于这么一份干净又卫生的糖丸 如果抛开健康不谈 相信你肯定是会想请你朋友尝尝 我们都知道餐饮借卷的十分严重 不想倒闭 就得在厨房中降低成本 面前这位小哥就将降本增效发挥到了极致 他将厨房预算砍掉了二分之一 只剩预算 没有厨房 这里是孟加拉 小哥正在制作垃圾马沙拉 南亚美食经过不断进化 许多菜市都丧失了本真 而小哥采取的是最为传统的做法 他双脚折叠 将灶台重新放于大地 一种五千年前 人类第一次接触到明火的姿态去烹饪料理 当火种升起的那一刻 人类所能制作的美食变成爆发式增长 而当小哥的灶火升起时 身边的食材们也呈现出一副爆炸过了的样子 碎片四处飞溅 现场的厨具无一幸免 往锅中加入调料 调料是决定美食风味的关键 别的可以节约 但加料必须大方 几勺马沙拉下锅 料理瞬间收汁 人们都说这道菜十分神奇 正常人吃下都会哭到味觉失灵 而味觉失灵的人吃下 却又都能尝到味道 食客们在经历短暂的痛苦之后 手中的料理便会越吃越香 这也让小哥获得了大量回头客 因为人们今后再吃任何其他美食 都会觉得索然无味 从黄色黑桶中舀出清水 为收汁的料理加汤 作为专业大厨 小哥一次可以烹饪四锅 这并非是他操作的极限 而是嗅觉的极限 由于没能狠心吃下自己的料理 小哥的味觉与嗅觉依旧处于正常水平 烹饪时会自动戴上痛苦面具 而周围的老顾客们早已适应 显得相当自在平静 掀开锅盖 撒入香菜末 再加些许马沙拉 戴上面具继续翻炒 当锅中的料理再次浓缩收汁 即可出锅冷却 制作下一锅料理 出于成本考虑 这里没有房 没有地方洗碗 自然也就没有地方吃饭 小哥会提供一只黑色塑料袋 方便食客们打包带走 这种塑料袋十分全能 餐前可以打包 餐中可以荡盘 餐后只需重新包好 就变成了一体处于垃圾 方便丢弃 有了小哥的摊位 人们再也不用去介意美食是否卫生 一切批判都回归了最质朴的标准 那就是尝起来究竟有没有味道 请你朋友吃一份抹茶大肠 感受常来常往的冰凉 即使这道菜偏离了美食界的轨道 却回归了食材最原始的味道 越南老表选取最新鲜的抹茶 熬煮一份抹茶牛仔 别有一番风味的美食 我知道你不敢吃 但可以请你朋友品尝 表妹一大早就准备好了 今日份食材酒转大肠 一看就知道其含有丰富的抹茶 取来一个小桶 打开大肠的开关 抹茶原浆便会喷涌而出 停留在过滤网上 用手指轻轻打转 让其充分过滤 如果手指不想要的话 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滤中略显暗黄的抹茶 似乎已经发生质变 马上就到了自动排出环节 人为挤出和自动排出的区别 其实对于抹茶来说并没有区别 一样的味道 一样的不能吃 另一边正在清理牛杂 牛肺牛肚大小肠 全部切成小块扔进锅中 再拍打一些姜泥去腥 去的只是腥味 却取不掉抹茶那股独特的芬芳 往食材中洒入盐巴味精 用双手搅拌均匀过后 便可以倒入先前准备好的 大肠抹茶之中 开小火慢慢熬煮 让抹茶的味道 渗入食材的每一个部位 这样才能保证口口爆汁 口吐芬芳 表妹还会去村口采摘一些绿化袋 能不能吃并不是首要的 加点绿色进去 让锅中东西看上去能吃才重要 正常人熬煮这种食材 一般会添加很多配料 最后连锅一起扔掉 但在这里只需熬煮二分半钟 便可以召集亲朋好友前来品尝 食材成品还算可以 原汤化汤汁 浓郁且清甜 装出来由我们的老叔品尝一口 瞬间露出满意的表情 牛杂和绿化袋一起品尝 带着浓厚的抹茶气息 不管是汤还是渣都已经被抹茶污染 他们一般以吃上一份抹茶大肠为荣 如果有人问他们中午吃了什么 他们会骄傲地抬起头来 然后对着人家的脸吹气 对面一闻到那抹茶味道 便会被迷到神魂颠倒 一份能增加自信的美食 必须得让你朋友品尝 如果你朋友爱喝奶茶 不妨请他喝一杯印度街头草莓奶昔 他真的会泄 喝下这杯奶昔 运气好的窜流不息 运气不好奄奄一息 小滩位于梦买不拉野的拉二路 几块工业聚兵安详地躺在三轮车上 穿过大街小巷 带着厂家免费赠送的黄色泥土 被运到了小滩前 有小哥报起 放在一块黑色红布上 有人会问小哥 冰块粘到衣服上真的没问题吗 小哥回答道 没事 冰块不会弄脏我的衣服 小哥在红布上一步一个脚印 他的路越走越宽 顾客的未来越走越窄 用冰块遮住脚印后 取出破伤风铁锥将其凿开 冰块不仅接地气 还接脚印 更有三架铁的锈器 把冰块装入尿素袋中 小哥一顿暴击 吓退了想要前来报仇的顾客家属 将碎碎冰倒入大锅中 徒手挑出没被敲碎的冰块 默默地为食材代言 随后便可取出新鲜的草莓 新鲜指的是三天前 到现在已经略想干点 草莓散发的香气吸引了 众多小飞行员的光顾 运气好的吃饱飞走 运气不好留下来和顾客一起走 小堆的草莓显然不能满足一天的消耗需要 搬来几桶草莓汁 有草莓粉 牛奶 横河圆浆和色素混合制成 将冰块倒入桶中进行保鲜 咬出一勺倒入榨汁机中 加入几颗草莓进行打碎 把奶昔倒入到大锅中 这种浪漫粉红色 无论对少女还是猛男 都非常具有吸引力 对肠胃也有很大的杀伤力 一杯两杯三四杯 黑白无常身后锥 五杯六杯七八杯 顾客喝完化成灰 在小飞行员的锥旁下 用电焊大勺搅拌搅拌 很快锅中表面泛起白炮 此时顾客看老板搅墨子 喝完自己倒墨子 充分搅拌后 一锅草莓奶昔便制作完成 当有顾客想给平淡的生活找点不愉快时 便可用塑料袋装满 由于饮料的杀伤力太大 小店暂不提供糖时 防止顾客喝完糖湿 打包完十几袋后中水味变浅 只需要继续装冰块 打碎 加冰 榨汁 搅拌等一系列动作 便可制作下一锅奶昔 井然有序的流程 把每一位顾客安排得明明白白 你最好不要喝 但可以请你朋友喝 这样一杯粉红色饮品 能够有效地改善睡眠 一天睡24小时 三天睡72小时 你朋友身体虚弱怎么办 不妨请他吃一份新鲜红凉粉 取自二师兄的身体 伤害的却是你朋友的身体 对于越南老叔来说 每吃一份小美味 都能卧床不起休息半个月 是极其享受的 刚能站起来 就打起了二师兄的主意 把肉末煮一煮 充当凉粉的底料 加入味精 洋葱 辣椒等香料 简单翻炒两分半钟后 直接倒在锅盖上 对于主角红凉粉 还得加入一些盐水 让其更快凝固 搅拌均匀后倒在肉末上 真有一种草莓之流程和的状态 我们把肉当主食 他们却把肉当配菜 这种不把自己当人的吃法 属实是有点酷过头了 再炒一盘花生米 撒在红凉粉的表面 这样的红凉粉口感更正宗 透露出的暗红色泽 给人无限的希望 大分的冷却时间更久 老叔也是先准备一碗开胃小菜 撒入花生米后 大家也是先喝一口壮胆酒 奋不顾身的开始品尝小份红凉粉 谁先躺下 谁就有先休息的机会 所以老叔们吃得很着急 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心急也吃不了成型的红凉粉 看他们一口一口往嘴里炫 草莓汁也不断往外掉 还好搭配了花生米等配菜增加口感 不然跟抱着二师兄的脖子 稀没什么区别 吃完稍微有点凝固的 剩下的草莓汁也不能浪费 直接就捧起大碗往嘴里灌 你灌碗我灌 都害怕自身没有糖版版的机会 当开胃菜吃完 大份的新鲜红凉粉也算凝结了 老叔们围着大锅盖 是夕阳红的景象 但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吃完这夕阳红 老叔们也就只能等着眼前一黑了 一份凉粉要有新鲜的口感 吸引人的色泽 让吃的人阔约机紧凑 看他们吃的人眉头紧凑 才能达到该有的效果 刚吃的时候 大家都还有心情说话 吃着吃着 都选择了集体沉默 如果你在猜想他们的结局 还不如叫你朋友去试试 亲眼观看大结局 眼前这个桶 是否让你感觉很眼熟 那如果用它做一份美食给你朋友吃 你是否愿意 我知道你愿意 所以不妨请你朋友 吃一份印度垃圾桶拌饭 奏起曲忠人散 朋友好聚好散 即使这份菜名不好听 但垃圾都区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所以用料也得有一些新鲜的存在 先切一些未成年小黄瓜 小到很光亮 且用上了砧板 这无疑是违背印度美食初衷的存在 再切一些番茄丁备用 干净的厨具 留下了悬念 喂下纹垃圾桶的出现做铺垫 起到反衬的作用 紫色花纹桶的出现 勾勒出回忆的轮廓 或许是家的味道 又似宿舍的吵闹 桶散发出的味道 还在嗅觉中回荡 加入各种能吃和不能吃的食材后 抓起几把蓬化大米 往桶中放去 最吸引人的 无疑是一旁的大锅中 各种让人毛骨悚然的食材 此时老哥切割的 不是佛鹅呢 而是炒羊干 带着淡淡的腥味 给拌饭去除一些垃圾桶本身的味道 将其切成小块后 挂入垃圾桶之中 接下来便是搅拌缓解 随着老哥右臂的搅动 各种食材和味道在桶中混合 垃圾桶永远也想不到 自己不仅能装垃圾 还能装黄瓜丝 番茄丁 辣椒丁 土豆泥 鹰嘴豆等食材 虽然这些东西和垃圾没有很大区别 但这做出来的东西不再是拿去扔的 而是用来吃的 这是废物在利用的成功案例 也是一物多用的环保宣传 搅拌均匀后 拌饭带着淡淡的垃圾桶气息 被盛出装在小碟子中 看着桶内地褐色的污垢 我发自内心地对它的遭遇感到悲哀 原本可以简简单单地装一些垃圾 平平淡淡地过完这一生 如今却落到此下场 悲在哀在 一碟垃圾桶拌饭已经做好了 看完这些搅拌的食材 这份拌饭或许能吃 但抛开食材不讲 这或许又不能吃了 可你不许怀疑 它能勾起你丢失的回忆 在大大的锅里面擦呀擦呀擦 用小小的脚丫流臭臭的炸 这是印度乡村白糖加工厂 白糖本身很甜 成品带点足简 看完制作过程你会发现 七家十三口走得不冤 做汤前 老叔会亲自清洗大锅 因为有它 每一口锅都美中有足 倒入恒河水 点着火梗 将装着水的大锅架在火上 从路边搬运带装白糖 穿过人头攒动的小巷 将其倒在大锅里 开始对白砂糖进行熬煮加工 取出小木锤 对锅中白糖搅拌 此时明显感觉到水分不足 需要继续加入恒河水 或者洗手水 白色粉末明明可以直接倒 但能洗手 无疑是一种享受 锅中水分充足 被新老哥不断搅拌 在热量的加持下 白糖逐渐融化 变成一锅糖水 再继续熬煮 开始变得奶白 表面泛起的白沫 展现出圣人的状态 在另外的包 将大锅中倒入粗糖 大小不一的结块 想遇到水后的洗衣粉 扛起刚刚熬煮的糖水 两位老哥走着企鹅部 将其搬到锅边 倒进洗衣粉锅中混合在一起 混合着边角料 能让边角料发挥它祸害人的价值 从地面拿起小铲 将残余的糖水刮进锅中 接下来便需要两位员工不断搅拌 让水分逐渐蒸发 才能留下晶莹剔透的白糖 在不断的熬煮搅拌中 展现出十分粘稠的状态 这形状十分眼熟 是七加十三口喝的那一锅 真让人跃跃于世 此时大家是否存在疑问 为什么白砂糖的原料是白砂糖 因为这是一家白砂糖加工厂 不是制造厂 那为什么不直接卖白砂糖 因为如果不加工 你根本吃不到咸咸的足味白砂糖 经过搅拌熬煮 锅中水分越来越少 逐渐变成了一锅洗衣粉般的白砂糖 当水分全部收干 便可以将其捞出 放出街边出售 看到飞行小顾客第一时间来光顾 就知道这东西应该能吃 又到饭点 让我们来看看三哥今天吃些啥 首先加入一坨黄油加热 将两颗鸡蛋打入杯中 趁三哥打鸡蛋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一下视频中的大瓶锅 这种锅在印度非常流行 也为面积的 既可以摆放作案工具 又能方便切菜 省去了菜板和橱柜的钱 可谓一举多的 用绿色瓶子加入酱汁继续搅拌 今天的师傅必然是个行家 用黄油炒鸡蛋 不但能保留鸡蛋的奶香 更是能激发其本身金黄的色泽 让人食欲大 我问师傅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师傅说 这是咱们的农家特色 是纯正的绿色食品 你在元素周期表上都很难看到的 这团物质在有黑的锅上不断蠕动 诡诀的绿色仿佛在向我发起召唤 让我沉浮 强大的压力下 我请求师傅将蛋翻面 只见翻了面滴鸡蛋 好像突然被赋予了生命 挣扎着起身 好在火候一到 三个八鸡一声把蛋拍在盘子上 终止了这场仪式 在我平复心情的时间 师傅早已倒入第二块黄油 进行着下一步工序 加入洋葱 番茄 香菜 还有两团史莱姆 不断翻炒 让食材充分吸收 加入第三块黄油 姜黄粉 马沙拉 胡椒粉 椒盐粉 你们最爱的盐巴 食材的色泽逐渐恢复光明 加入两颗主鸡蛋翻炒 在一泡横河水的加持下 这第二道菜终于成了我心中熟悉的模样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从来没有哪个时候 这抹黄色能够让我如此安心 大火收之后 三哥又打下了一颗鸡蛋 我问究竟还需要多少鸡蛋 多少黄油 三哥说 我向来真材实料 台子上的食材放完我就下班 将烹制好的糊糊封印在绿色石片上 一份煎蛋爆炒 水煮蛋加蛋液刺身就做好了 师傅再次放入三块黄油 打下两颗鸡蛋 论实在 还得看我三哥 用大宝剑将煎蛋叠整齐 竟然是份日式玉子烧 如果可以 我只想吃这一份 将玉子烧放在刚才的食材上 用新鲜的蔬果摆盘 显露出一丝精致 洋溢着一份优雅 撒上过量的芝士 蛋黄酱增加风味 此时绿蛋 胡蛋 煎蛋层次清晰 色彩分明 正当我准备取餐时 三哥拉住我的手 暗示我还有最后一道工序 只见他拿出小面包 对半切开 放在锅上揉搓 吸收剩余的精华 当三哥把面包翻过来时 我才发觉他的铁锅早已赠光瓦亮 在做饭的同时把锅洗了 确实是位行家 大家来猜一猜 这样一份擦锅料理 蕴含了多少热量 多少胆固醇 感谢大家和我一起站到最后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加关注 三哥正在制作美味的印度鸡蛋披萨 首先切入半块黄油砖 这口锅造型虽说略显草率 但却是当地有名的文物 经过几代的传承才落入三哥的手中 加入洋葱栗 青椒栗 番茄栗 酱丝 把锅放在一边先不管 打入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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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十颗鸡蛋 还有两颗煤排的 将鸡蛋液浇入锅中 不需要任何搅拌 避免破坏煤感 只见蛋液在不规则的原锅中回转 坑坑洼洼的锅底增加了受热的表面剂 使鸡蛋能够更快速的凝固 厨师对于美食的造诣 通过他用的厨具就可见一斑 取出新鲜的面包片放在鸡蛋上 正反都沾上蛋液 用桌上的老抹布将面包和鸡蛋压制紧湿 这一步属实有些出乎意料 将芝士磨成条撒在面包上 秀一把操作 用同样的手法再次压湿 三哥明明可以用锅铲 却坚持用抹布手压 他是厨师 更是一位手工艺人 将蛋饼再次翻面 用左手撒上椒盐粉 香菜末 淋上柠檬之后 反复操作 此时面包已和鸡蛋融为一体 切成数份直接装盘 脉相十分松软 再次切入半块黄油砖 不知道刚才那一半跑哪去了 撒上少许椒盐粉调味 用双手将切好的蛋饼马放整齐 掉了一小块也得捡回来 不能浪费 这时我才发现 这口战损锅是铝制的 一口陈年的铝制老锅 可以有效缩短人体的青春时光 加速成熟的速度 重新规划消化系统 甚至让成年人永保儿童的天真 将洗锅油浇在蛋饼上激发香气 此时加入了一种我不认识的食材 有认识的可以发评论区告诉大家 再加入一小块黄油不断翻炒 加入洋葱丝 番茄块 青椒丝 柠檬汁一顿爆炒 充分融合后放在蛋饼上 再次撒上不要钱的芝士 香菜末 在边缘塞几片新鲜的红薯片 淋上芝士酱 最后再插上几片生菜叶解腻 复杂的收尾工作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一份披萨可以补充半个月的热量 十分超值 就是注意不要经常吃 不然智商会越活越年轻 制作一份方便面需要多少步骤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来看看印度大厨制作方便面 首先将部分需要的食材摆在锅边 用铁锹依次将它们推入大火区爆香 浇入一壶恒河水 这位小哥是印度少见的大厨 一身西餐厨师的打扮 是他鹤立鸡群的象征 将掰碎的方便面加入锅中 补上一勺马沙拉酱 甩入洋葱 辣椒粉 椒盐粉 锅大的优势近在于此 绿色是健康的颜色 加入这种调料 能将任何食材转变为绿色食品 使人的大脑产生积极的心理碍事 从精神上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 将面条进一步斩碎 和其他边切菜边烹饪的三个不同 将食材提前备好一起洒入 使小哥从国外引进的先进理念 有效地改善了印度厨师效率低下的传统 加入一叠蒜油酱 将方便面均匀地铺在大锅上 和众多调料混合之后 粉旧稀碎的面条进一步分崩离析 加入香菜碎 拿出大塑料盘 把香菜和其他食材混合均匀 姜面归笼 装满一盘空气后 把盘放回原处 开启大火收支 带汤汁从浅绿色转变为墨绿色后 就可以准备正式装盘了 只见小哥将大塑料盘放到别处 用小塑料盆装好食材后 再转移到另一头的大盘中 看似多余的操作 其实是小哥对传统效率的致敬 打入一杯蛋液 煎得差不多之后 姜蛋翻面 尽管小心翼翼 可还是不小心碎了一半 虽说失误了 但只要顺水推舟的将错就错 直接把另一半丢掉 别人就会觉得 这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 将另一半放入盘中斩碎 倒入咖喱清汤 再加入少许横河水微微加热后 便可倒入刚才的塑料小盆中 只见黄色的汤汁 瞬间和小盆融为一体 或许白色还是小盆原有的颜色 将小盆中的汤汁 转移到另一个小盆内 再倒入装满食材的盘子中 刚才省下的切菜的时间 全在这一来一回的操作中 弥补回来了 绿中带黄 黄中带绿 一点也不方便的方便面做好了吗 聪明的老粉丝都知道 一盘料理可以没有马沙拉 但如果没加之事 它就不配被称为正宗的印度料理 将盘子重新端回身边 加入淡奶油 撒上香菜 这回终于大功告成了 感谢大家的欣赏 喜欢记得点赞 关注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